记者刘雨庆同湖报道,马公式武德国小迎接百年孝庆系列活动,今日在武德礼物是家妙前广场,举行百周年孝庆爆马载,感动机绕进快闪活动,为4月1日孝庆展开热身并广摇各地校友返校参加,共聚重温师生情。 武德国小师生今日配合财团法人台北市学学文创基金会采绘的感动机,排成100数字,祝福百岁生日快乐,由学校的两反对表演开场,同时学校也邀请6位老校友丽临现场,分别有日志时期最后一届校友吴永喜,第九届校友许光辉,第十四届校友邱君壮,第21届校友欧阳红振, 百周年校庆筹备会主任委员,第40届校友蔡德元,家长会会长,第47届校友陈光荃,将学校自治的圣活把交给各年级代表学生,象征传承。 校长陈宏贤表示,选择在武德武士家庙的意义,武德国小创立于西元1918年十位日志时期,而以所公学校成立,需要由社区乡名发起,经由日本政府同意后才设立。 武德国小成立之初就是借用武德里的武士家庙,作为战时上课教室,等到新校舍建造完成后才搬进学校上课,所以武士家庙也成为武德国小成立时的第一间教室。 随后学生手持圣活把,组成绕镜快闪活动队伍,拿两伞校庆宣传其校齐小校齐,场面盛大,途中也高喊武德国小庆百年,4月1日百周年,欢迎校友回武德,共序温馨100年中12C活动的讯息传递给大家,同时学生也在定点表演几百列感动机,完成学区内四个礼,武德, 和锁港铁县经案绕镜活动。